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真的很久没有来了 但上次还有听众在问说 最近好久没有听到丹妮来 丹妮在干什么呢 是谁在想我啊 我不知道很多人在想你 就是想说丹妮很久没有来 丹妮真的太忙了 像我们这次也是线上录音 真的敲不到时间 这个女人就是到处飞来飞去的 跑来跑去的 我现在人在台湾哦 不要怨望我 你女人在台湾没多久啊 什么时候要再出去啊 你说啊 三...那个礼拜六要去澎湖啦 也是在台湾啊 也是哦 我就说 澎湖还是我们的 就是你没有定在某个地方啊 就是我的意思说 她定在某个地方 然后没在移动之类的 就是像一般人的生物 她现在就是到处跑 对比较少这样子 不过上次跟她出去的时候 我就说哦 那你也很累耶 她自己开始感觉到有点累了 对啊 因为我现在在做那个饭店开箱啦 所以我就是居无定所 因为要去拍饭店嘛 那其实说真的 就是对一般人来说是旅游 对我来说已经像是在出差 就是其实 像之前她其实本来就很爱住饭店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跟着 跟她念说啊 你就是爱住饭店 也有喜欢这个 而且她 她的真心就是像比如说 我们要是那时候出去的时候啊 就是然后她就是会一直找到空档 就开始疯狂的在 拍照啊 写文章啊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剪片 然后就是她就会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可是你从她的状态看起来 她是眼神是有光的 就是她不是那种就是 哦我为了要做这个工作要赶快 不是不是 她就是一种 我好喜欢 我享受这件事这样子 那可不过上次 我们对她就真的很好 我就说 妹妹 不错这件事真的太可惜 因为我都一直跟大家讲到说 你一定要做对你 你自己觉得很有feu的事情 然后那个事情 其实就会让你整个人就是 很有价值 然后这个价值 你就能够提供给别人价值 这样其实就会变成你自己的 可是这有机会我们再讲 所以她后来就真的认真在做 所以她现在有自己的一个 而且现在还认真做没几个月 所以我跟你讲 这女人就是要买做 然后要买做呢 她就是跟她 就是Stanis的课到底这样 然后 她就是 很可怕 她就是到处飞 然后停一下 到处飞停一下 然后就是就一直在做这个 她现在你现在是一周上好几次片 很可怕 一周上三次 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我觉得大家就是听到 听到这边想说 人家一周上三次 然后你一个月上不到一次Podcast 你再在干 装本钱 哈哈哈哈 而且 而且我只懂这个 我还有正职的工作 然后我同时还有我自己的Podcast 所以很忙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她就是 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好 就是她找她忙的人 然后不过 如果我上次也都就是 出去的时候 讨论到这件事情 就是可能需要抓一下平衡 不然真的会疲惫 因为其实在就是像比如说我在做工作也是 就是在怎么自己喜欢跟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 如果过头了 其实真的会有一点点还是会有点压力 你应该还是会有压力 是弹性疲乏吧 就是觉得 对对对 弹性疲乏 所以如果说你弄出去的东西 就是她受到那个回馈都蛮好的 就会觉得啊 那我可以继续下去 可是让你花500日红 不可能说每支片都一定会受到演算法的青睐 所以有时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影片发出去 而没人看 然后我觉得还好的片 很多人看 你知道会怀疑人 可是其实就算 可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方式 就算你没有很爱的片 出去很多人看 可是很多人会看到这一支 然后知道你这个人 其实这就够了 他可能就会看到其他片 不过就是你在短短的时间 就成长非常多的粉丝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真的有在耕耘跟自己 那个部分 其实就是真的会回馈这样子 如果大家想要追踪一下的话 就可以追踪一下 就是 对啊 就是D1N D1N点 Trouble 点点打Trouble 就会找到咯 就会看到很多开箱 还有很多重点 因为他就是不讲废话 他就是 重点就是你在短短的影片里面 就可以把 就是大概你想要去玩这个地方 或这间饭店的重点 全部都看完 然后如果真的有信息 再去找资料 然后他也会在社团上面发 我觉得是 也是算蛮分享的一个方式 让大家知道很多事情 因为很多 像我之前有时候看很多 就是废话 一大都要 我没有知道那么多废话 就是重点给我讲一整个 真的耶 我那个大概30秒到40秒 最久三40秒 就会把一间大型饭店讲完 那如果是小型饭店的话 其实大概20秒内 我就会讲完了 如果如果大家好奇 就是饭店的其他细节 其实我的影片都会附带一篇 很详细的文章 那今天饭店的各个细节 几乎都写进去了 所以你没时间 什么时候要去啊 对不对 价格平日 价值 什么都写超清楚 对啊 没时间的话就看影片啊 有时间的话 可以看一下影片附带的文章 其实都很相近 应该是说 先看完影片之后 如果真的有兴趣 真的对这件有兴趣 你想要确实去规划 其实看你的资讯 大概可以就知道了这样子 对啊 然后如果觉得有不足 再去网上找 但我觉得其实我应该显得很详劲了啦 哈哈哈哈 刚怯 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一直在分享这些事情啊 不过 接下来应该还是就是 因为你上次我们在聊天 就是有提到说 因为就像刚刚自己空了一两个月 想说要自己整理一下自己 休息一下这样子 五六月的时候吧 因为我 我之前安排行程啊 我觉得有点像是在 暴富 疫情期间不能出去 我觉得那也是 我觉得你这是毛起来 冲破 我觉得那个时候 这些的杂人不疼 我就觉得好累 而且不只 因为你的出国 像比如说 牛州大国是去泰国 所以我去那边就像是回家一样 就是等于是说 其实我不用做任何事情 我也不做功课 我也没说一定得去哪 就是我就是走一个 轻松自在旅行的感觉 对 就是放松感觉 可是你出去 你是会 体验很多的新的东西 然后做很多那个东西 然后还还要拍片 还要干嘛 而且是一直接流 我想说 这些杂人很厉害 那真的很累 因为你一边 这个行程结束之后 到下个行程嘛 那到了下个行程 还在剪接 上个行程的东西 你知道我有时候 我有点错乱 我现在人到底在哪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快乐的 但是不可以排到这么密集 中间要有空档 对 我觉得就是 其实就像我也是 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跟我们本来要聊 应该有点关系啦 就是说 就是我也是在思考 其实像我之前 你也知道 我之前也在 但是你是忙得出国 这些事情 还有你自己的这个部分 那我也是忙着工作这些事情嘛 那所以就是 其实在前一段时间 也是有在思考说 像不是我说出国 建议不是有跟你讲说 我有在 我其实主要的起因是 我在思考说 我的生活 我想要过怎样子的生活 比如说 像一直工作工作工作 但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 尤其是我现在工作 跟我的事业 包括我对我现在的工作 其实有一种使命感 想要去做这些事情这样 可是就像你说 其实做久也真的会疲乏耶 然后你一直逼自己 去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没有其他 我就觉得 这个真的是我要的嘛 所以我就在反思这件事情 那我也开始在思考说 那我以后的生活 想要做什么 比如说 你你的工作也 固定啊 也一直在往上 你也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除了工作 我也有想要做的事情 那还有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比如说我一直在思考说 我很喜欢大自然 我很喜欢植物 我很喜欢山 而且我这就是 老人生活 就是需要练功 需要植物 帮我平衡我的能量 我的状态 所以我就在想说 嗯 那我想要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那我现在的住家 其实我算蛮喜欢的 因为交通很方便 然后工作也就方便 整个都方便 但是就是因为在市区 在市区上面 就是没有办法 那么轻易的去放电 或是干嘛 因为我真的很需要山跟植物 这样子 那所以就想说 而且其实我们台湾也是 台北没办法 你要到有山的地方 你知道就是开车 骑车都要一段时间嘛 不然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然后就在思考说 那之后我年纪 一定可以大 或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会不要再找一个地方 然后让我自己就是 比如说下班 或是平衡居住的地方 我那时候本来的想法是说 因为我那时候就去看了新的建案 然后就想说 那边好像就是 比较在主委那边 比较有山 有什么之类的 以后老了之后就可以 不是不用老了 就是比如说 可以慢慢的平衡住那边 然后这边的工 就当成是工作室 或什么 有课带来上 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anyway 就是开始想这些事情这样 所以就有思考到说 买房子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买房子这件事情 这也是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有相关 那我有关我自己的生活 会不会有机会再讲 就是 就是我在想 那买房子这件事情 其实就会讨论到我们今天 因为这其实是单单 我们昨天 昨天在聊说 那我们要不要聊个天 来录一下 他说他其实最近没有什么特别想想法 只是说最近有在思考说 到底买房子的必要 这件事情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那应该以我这样的小生活模式这样 那应该是需要这样子 然后之后再做调整 然后那这后续我们再讲 不过后来我房子退掉了 因为我后来 去了清麦座 我觉得我还是真的要买座去清麦就好 那为什么 那是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地方 何况 新麦现在直行又方便 对不对 也没有比较远啊 我自然是我个人本来就喜欢那个地方 因为比如说我一直跟他新麦多少下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那个是能量频率而多合 比如说 像比如说 大家讲 日本很好 日本很棒 日本多好 可是我一次都还没去过 然后丹尼也是一个人家 丹丹就一直跟我讲说 你要去啊 什么这些那些都 你一定会来一下 跟我洗很久 然后一直洗 洗我洗不去 你知道吗 但是我经理回去 被我洗到了 终于洗到你了 没有你洗到我 不是因为日本 你洗到我是因为那个 外站票免费机票 所以我要不要 另外起来 我想说的话 不是所有招数都用上来 还不把你洗去 可是没办法 你又不在 我要自己一个人 我这样做功课 我没有去过日本 我去日本那么多当期 你就都抽不上啊 应该要挑一个 我在日本的烧钱 因为你在东京 可是没办法外站票 就只能现在坏 我就没办法 所以这个是 就叫我自己要做 狗克一下 或许我去了会喜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 而且那还可以换时间 你知道吗 那外站票设在之后 是时间地点都可以改的 可是我一定要在中间那一段 一定要在我前后的东南亚之间 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哦 你说我可以换到明年吗 他一年之内 这也不行 你一年之内 没有啊 他对一年之内 但你的前跟后 时间如果没卡死 他是整套都可以换的 我是指 你之前不是乱换了一些 你还没有确定的点 那可以再改了 哦 好没关系 这我们私下再来讨论 反正就是 他想办法 包括我 喜去日本 主要是因为 我那个能量频率 所以我想说 我就后来 因为我那时候就hold住 之后 因为我为什么会 我先讲 我这个事情 就是想说 生活真的很重要 你就要去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最重要是回归到生活 今天我们是在讲说 学习灵性也好 做任何的事情 其实我都是最终回归到生活 包括你今天赚钱 这件事情好了 你今天赚很多钱 做什么事情 其实最终还是要让你觉得 你的生活品质有没有变好 你有变得更快乐 可是现在就好像会发现 说很多人 他其实赚了很多钱 他是一直在追那个钱 可是却越来越 感觉越活越匮乏 那这个其实就是像 单单要问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在问说 有没有必须要一个 因为之前其实你有买了预售物 对对对 那你在那个海山 对那你说最近 你在思考的东西是什么 我就是在想 因为那个房子 其实三年前下定的嘛 不是下定反正就买了 那因为当时他是说 大概要盖四到五年吧 原本预估是可能 2026才会交屋 因为他就是遇到疫情 他就一直往后演 结果呢 他这个是使出洪荒之力啊 突然毛起来盖 现在进度超前了 有可能会提前好 那所以就有点打乱我的那个财务规划 因为的资金一样吗 因为 对啊 因为房子要好的话 就是除了那个 交屋要做对保嘛 然后另一方面是 呃 这段时间的工程款也会比较重 然后刚交付之后 就要开始烦恼那个装潢的 装潢 家电充具的钱 那可能就两百万就不借了 那我就在想 我真的 真的有需要 为了要达成一个执念 然后给自己这么大的经济压力吗 我就在想 我得到他之后 我会比较开心吗 因为我现在这样四处住饭店 我可能还可以一直换不同的装潢风格啊 或者是呃 可能会有不同的地方生活的感觉 那我如果说定在那边的话 嗯 其实那接下来就是五年的相处了 大家也知道 房子买下去 你不过五年就卖掉 那税金就很重 六年 那我 哈哈 把第一岁 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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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六年 五年啊 六年啦 六年 然后有四百万的免税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六年然后是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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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 不过 不过其实那个 不过其实那个也不重要 重点是 就是要绑定很久 然后 因为我现在 你也知道我现在是四处跑嘛 因为我台北有地方住 台南也有地方住 我就在想 我现在这样四处住很自由啊 而且我也 不用再多付什么钱 因为台南是就家里的房子嘛 那我 我现在工作又居无定所 就是我不需要进办公室 那我好像 这台北拥有一间房子的那个 重要性就变得很低 就只是说 唯一一点 我的好朋友们 几乎都在台北 所以我其实现在 离开台北生活的话 跟他们是比较没有机会相处 然后 有时候也会比较孤单 因为在台南 我真的是没有太多朋友 就毕竟 你初来乍到嘛 就是你不可能再去结交 我这个年纪了 可能就去结交什么 可以认识很深的朋友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很孤单 但是 我也是这样居无定所啊 如果继续维持这样的生活模式的话 我就算住回台北 也不是很长 有很多时间可以跟他们相处 所以我就说 我真的是需要这间房子吗 那我一直想要拥有它的意义是什么 对 我觉得这很多人需要去思考这件事 像比如说 房价跟房子一直在上涨 跟这件事 像比如说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 比如说 因为我已经有这间房子了 那我这间房子 为什么当初买的原因 我就想说 其实我最早最早的思考是说 我到时候大概都在警察的时候 其实我就想说 因为我不懂投资 我也不会做任何的事情 我那时候买房子是为了想说我搭来当存钱 我只是这个单纯的想法 所以要赚多少 其实没有思考过 我没有说什么事 那当然跟现代不一样 现在当初买这个房子 我其实就没有去 因为其实在练习 学习自己内在的 丰盛这件事情之后 你就要去思考说 你有用不用的到 那我就想说我用的到 然后刚好又有一笔钱 我就买了 就这样 我没有想多 然后当然他就是 他就是让有一些后续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 那这个题外话 这是每个人的不一样 然后我就想一下 就是说 很多人就会想说 一定得买房 一定把他生活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其实买房不一定是你的选项 因为很多人讲 讲第一个好 他有讲说 你可以买的房子当包租工 哇 我跟你讲 当包租工这件事情 真的是 我必须说 你们不要一直仇视你的房东 你们房东愿意把房子租给你们 他们真的是很善良 因为你要看台湾的房屋的房价 跟他的租售比是 是非常的低的 就是 你的房子要是没有卖出去 我跟你讲 你就是不要想说 你是有赚钱的 你顶多就是打拼 真的是这样 应该是说 一般人真的 因为你不是专业房东 你不肯上 有一些真的是无良房东 他可能住一间起来之后 违法隔出好多间去租你 这种才是有赚的房东 那一般人当房东 可能就想说 我去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那我没有住 我就租给人家 这种租法是绝对不会赚钱的 那就是佛系房东 就是一般 因为一般的人 我现在讲一般的人 他会想说 我先买了一个房子 但我没有住 我就拿来租人 然后这样 你看我的房子 没有那么简单 你房东租售比 这种一趴 年到仇利一趴两趴 给你算两趴好了 两趴的意思 真的两趴都不到 真的两趴都不到 我给你赚钱 两趴 两趴意思代表什么 你这间房子要租给人家 都没有断掉过五十年 你才会回本 五十年 对 那重点是你中间不用修闪 你中间遇到二房客什么东西 你不用再整理吗 你东西坏掉不用弄吗 什么之类的吗 这些都不用吗 所以其实你真的是 给你算一趴就好了 你这个房子要租 人家租到一百年 这房子都已经毁了 他还没回本 所以你不要想说 你要用租的房子去回本 不可能 房子一定要转手 你最后那笔钱金要回来 而且 我之前其实有想过这件事 可是房子根本 你不会去还完他的贷款 很多人不会啦 我说很多人不会 所以你中央是转手的过程 就是换乎乎乎乎 你等于是付出的 就是那个头七款 可是就算投机款 一千万的房子 给你算八成 八五成 八成 你也是两三百万的东西在那边 那两三百万的装潢也要一笔钱 两三百万的这个款项 你就丢在房子这边 他就不能动了哦 你就是二三十年都不可以动 或是一段时间卖之前 你都不能动 那你要去思考 这样的一笔资金 如果你用到 用在其他事情上 会不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譬如说 像我们本来还想要聊投资这些事情 你拿去投资 我不是说投资什么什么 投资你自己 这些东西的回馈会不会更多 所以其实 你的现金就是只有这么多 现金只有这么多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投到房市上面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大家要思考 因为买房自住 其实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我必须说 买房在台北 买房自住 真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然后很多人会为了 因为买这个房子 把自己搞到就是生活品质都没了 因为房子本身就是为了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可是却因为买了房子 然后造成生活品质都没了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说 啊你那个什么 什么新的房贷啊 什么之类可以带啊 你可以带到85层啊 带到9层啊 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就几年啊 对对对对这种 然后重点是前面宽限期给你两年三年了 重点是他没有跟你讲说 当你宽限期结束之后 你一个月还多少钱 你根本就还不出来 很多的问题就是 对啊 他们根本没有 大家其实没有想到耶 因为如果你一旦用了宽限期 有宽限期 其实如果是那个青年代的话 它规划是一年嘛 对不对 那就是刚好让你预设说 你五年后 转手卖掉可以规避税金 这是一个设想很美好的状态 那你如果顺利都这样做了 OK 真的赚一笔钱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假设今天你有五年宽限期 我也有五年宽限期 那大家都一样啊 我五年后全部拿出来卖啊 你市面上会有非常多的余 那你的房子真的会好卖吗 那卖的话 一定都是赚钱的吗 不一定哦 那假设没有卖掉的话 从五年后开始 每个月要缴出天价般的房贷 那个很可怕哦 大家没有想过这件事 就想得很美 我五年后一定可以卖掉 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他就思考 他是买这个房子 他是为了想要投资赚钱 他还是想到要赚钱 这件事 他并没有先以自己 有没有需要这件事 像比如说你在思考是 我有没有需要这个东西 房子本来他就是住 那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 但是请不要把我们对我们一般人来讲 我们一般人 我们不是那种钱很多 可以买很多房子来投资 都没吃了 没有 我们就是一般人来讲 请先考虑你自己真正的需求 你的收入多少 你有必要再要买一间房子 然后买这房子会不会对你生活造成影响 然后因为买的房子 他毕竟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东西 一定不是你几年就可以还掉的 大部分的人 不是几年就可以还掉的 所以你要依照这样子的状况去 过个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 你有办法吗 假设你房子没有卖掉的话 所以真的是要去思考这件事情 不要想说 我就是像对就是卖 就是一定得买 然后把自己生活品质都配掉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要先去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宽限期过了之后 你可能没有办法 而且对我最近还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我之前呢 其实我的手头上留了一些现金 就是之前的一些钱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一直想说 因为人家一直在讲说 房贷还算低啦 因为一年才2%要多 2-3%对不对 还算低什么什么之类 那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说 我有可能会拿这一笔现金 来做别的事情 比如说我在想说 要不要另外去租一个地方 做工作室啊 或是托克啊 什么之类的做 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把现金留着 因为我没有买任何一张票 我也没有做任何投资 因为这种东西我真心不懂 那我也 也在问我自己 反正我就是做我的事情 我对你的投资 就是投资我自己想 那种事情的身上 或是干嘛之类的 好 然后呢 然后那时候就想想想 结果就本来有一天想说 算了 反正我真 那就也是当好在思考的 规划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有必要把自己搞这么累吗 比如说我再去用一个工作室 我再去用个什么 然后让新 我之前曾经想说 要让新的老师 新的什么可以这样 然后去handle一个东西 可是我还发现 这个是我自己的持练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当救世主 这个是问题哦 你看我自己知道 这个问题 每个人每个人自己的发展 你想要为他们安排好这些事情 人家不一定要啊 或者是说 然后很多时候是 你觉得你已经安排 你做了很多事情了 可是对方也没有想要做 比如说 人家是真的想做的人 自己就会想办法 你不用帮别人想办法 我觉得不管就想了这件事情 就把自己的身上那个死定感 已经放掉 我想回归到我的生活 所以开始 如果这边我发现 我的步调开始换下 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要先回归到自己的平衡 这样我才能长久的做下去 然后让自己有各自的发展 反正这就是题外话 然后我就开始解释说 好 那我自己准算暂时 不会用到这一笔钱 暂时 暂时 那我想说 那我是不是就把房贷还掉一些 然后你知道我这个个性 单单就知道 我都不会算钱 他都知道 这只要有够办法 什么都没办法 就给他多钱 他就忍着说 我都要多钱 怎么都 没有没有 我的说法是 好没关系啦 反正姐姐会赚钱 更不在乎点钱 没关系 我都这样说啊 我说你们这些 很会赚钱的人 你们都不在乎啊 就是去损失没关系啊 料有够多 就是因为我讲说 我不想花那个时间去研究 我想把那时间花在就是开源上面 对 那只是 对啊 那后来我就发现这件 因为我一直冲 一直冲在开源 那我最近想要往回收 让自己静下来一点 所以我才会回头去看这些东西嘛 然后那时候我才看的时候 看的时候 其实那东西都蛮多的呢 好 比如说像我后来看的时候 那个房贷啊 大家不要想说你房贷一个月 几千块钱 或是一两万块钱 没有多少钱 啊很简单 你去仔细看 你的利息超多 比如说 你大概有一半都是利息耶 很可怕耶 所以等于是你借了五百万 你大概还要 还要给银行 你知道三千块钱还完 可能大概多了一倍吧 我不知道 反正我没有细算 就是真的很多 就就就 哇 怎么这么多啊 比没没事情 我也是爱你要再多钱 然后我真的没用到那个钱 因为有人是用那个钱去投资 我更没用到 那我手臂 就是管把他还一还 你知道吗 就还掉了 其实那样子 其实那个是因为呢 你的房贷的房贷金额非常的高 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差距 那就是为什么大家就说 你同样的钱宁愿拿去投资 原因是因为 前提是同样的钱 假设你今天带了八百万 你自己其实身上有八百万 那你今天你 投资的利率只要超过房贷利率 你一定是赚钱的 还可以拿去还房贷 可是很多人其实他可能 房贷是八百 他手头只有一百 那你看他这样子 他的投资报酬率一定要超过房贷的八倍 他才可以跟房贷互相抵消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他会很天真的觉得说 啊那那我去投资啊 投资报酬率够高的话 那这样更划算 是不一定要看你本金够不够高 还有我现在我现在讲的 我现在讲的那个部分就是说 譬如说假设你现在有一笔钱 到底要拿去还房贷啊 还是要留着好 这样子 那我就在思考说 不要看你这笔钱多大啊 啊如果你的钱很多的话 你拿去还房贷 那就是亏大了 啊如果你的钱不够多的话 就是呃这个投资要考虑一下 对 因为我真的没在用 所以我打算就是可以 就把它都还用 对啊 你的话的话是真的这样做比较好啦 因为我知道因为我金够多 所以还房贷是很亏 但前提是因为你这个人根本 叫你去投资啊你也供每天啊 因为其实叫你做你不了解 投资反而是害了你 所以我也没有在这件事上面 很积极的去push你 因为你一定不会很认真的研究 啊你之后就会亏 啊你亏了就晚了 跑来骂我 哈哈哈 这应该是 我我自己不会去做 我真的没没把握 或没没那个的事情 我对对 我比较喜欢做生意啦 我比较喜欢自己去主动 积极的去做一些事情 这样子 嗯嗯嗯嗯 因为投资是被动事啊 相较之下 比较被动一点点 比较被动 因为我比较喜欢去主动去创造一些东西 这样子 其实你说投资很被动啊 其实像我们这个之后有机会可以聊 是 其实真正你要认真的投资 其实也是要花很多心力的 我们说不是 要花很多心力没错 但我的意思是说 你今天这个钱放进去 你是相信某个标币会为你赚钱 所以你钱放进去之后 你要等待他后续成功或不成功 其实一般一般人的资金啊 比较难去影响一个个股的涨值 除非是那种巨人 非常有钱 他的每一次买跟卖都会影响股票的表现 那那当然另当别论 但我们一般人其实真的是偏被动 是指这个 因为我们的本金本来就没有那么多 你不可以影响股价 不好意思我上节目就是这样子 我会乱聊天 其实我发现大家喜欢听生活话的东西 把它剪的太精致好像也没意义 我们就是聊一下 这样子就一个想法 所以其实回到刚刚安安讲的就是说 其实他也在思索说 到底房子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那如果是我的想法的看法就是说 就像你说的 我如果是这样来讲 那说那我就住房子就好 那为什么要买房子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你买房子为了自住的朋友 我就真的建议你要好好思考一下 那如果是中南部一些比较便宜的 但是现在都已经找到乱七八糟 但是他们一定会被打回原型 那是因为疫情的时候热钱太多 大家真的钱没地方就一直乱买房子 然后所以就开始这样 可是现在开始你就大家都知道 开始一些价格已经都掉下来了 当然蛋黄还是贵蛋黄 那个就不用讲了 然后所以如果前提是下说 比如说你要买房子 然后你如果是台北市的话 新北市的话 我觉得如果买房子出真的是太奢侈了 因为我们当然已经算过给大家看了 你去租房子 你都还可以一直换 而且你就不用去担心房屋 像比如说你看 我这个老房子我还会担心说 再久一点之后 会不会那个水管会有问题啊 什么电线会不会这样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麻烦哦 什么事都要开始弄弄弄 这个一笔都是很多钱 那这个有没有 有有就是烦恼的开始 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 其实没有当过屋主 都会忽略一件事 就是修缮这件事 因为平时都是房东在处理嘛 大家会想说没有啊 我租房子也是我在处理啊 可是小东西 当然你可能付掉就算了 可是大笔钱你会跟房东申请啊 房东一定会给你折算掉啊 怎么可能让你出 让你出那是违法的 对吧 所以大家没有想到这笔钱很多耶 修缮费很贵耶 所以真的是 如果是你的房子 是一般的房东 请好好地 希望 因为希望让他们能够继续租下去 然后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算起来 其实你去租房子 真的会比你这些还划算很多 而且说实话 你等到你老人你退休 你也不一定需要住在台北市 像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品质上面 如果你往中南部移动的话 其实你的那个 其实我跟我们年纪慢慢大了 就有这种感觉 以前不喜欢大自然 现在就觉得大自然超重要的 不要说我连丹丹也觉得大自然很重要 就是不要说我这种很灵性很能量的人 其实大部分班班年纪大 都会往开始想要往比较空旷一点 比较自然景观 或比较好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中南部房会比较适合我们 那时候相对房价也比较低 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有必要这样 然后比如说你在这边10年 你可能如果真的都可以租的话 那其实租起来比较划算 那第二个是人家会讲说 那可是如果老了之后 还有一个担心的点 就是房东不租你 因为很怕你死在里面 所以这套洞 那就很惨 那所以就你绝对要担心就是 你老了有没有地方去 那如果你老了 你是有地方去的就是那你其实也不用担心的啊 所以我就想嗯 好像这件事情想一想之后 好像真的也没有必要 一定要得买房子这件事情 那但是如果 我是加上啊 因为我只是老了之后 好像不会没地方去了 但是我其实台北的部分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买在双北 其实那个时候就只是单纯的觉得 因为我很习惯双北的生活方式啊 对啊 因为双北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骑机车干嘛的 在双北的话 你不骑机车也可以过日子 在其他地方真的很难 对 而且而且我觉得其实主要的原因的变化点 是因为我们这俩 其实改变都蛮多 还有你在买房子的时候的心态 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房子很适合你 所以你才会买 那个时候的你 对啊 对啊 因为那时候我就还在办公室啊 对你就是会很 就是你 所以我们一定都已经做过 当下最好的 那现在状况是会改变 可是我觉得这是好的改变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 又变了变了 其实变化是好事 你看如果他没有变化 你看那我单单没有变化 现在不会这样可以 这样子也是一个 你现在也是算一个KOL 然后之类的 而且我是有正职的 我并没有说就是 很有钱游山玩水 没有没有 我有正职在集成我的兴趣 对 但是但是如果你的兴趣 这次已经开始算是你的专业 他已经开始慢慢有人探定 你开始有一些回馈回来了 所以这也是可以转换成你的正职 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实就是 我们要给自己时间去投资我们自己 然后让我们去re这些东西 那所以这些钱 你有必要一定要投到这个房子上面吗 你看假设你有几百万投到里面去 你用这几百万去投资你自己 让你自己去增进你的知识 然后甚至去开创你自己 其实你可以获得或许更多 到时候你要再赚房子 其实也不一定比较难 所以其实关于投资自己这件事情 我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部分我觉得 草草会说的更详细 我自己的想法是 其实投资自己这件事 不一定是很有钱的人才能做 因为像我自己这段时间 为了要做好这件事 做好开箱影片 剪接 然后社群行销 我其实买了很多网客 那这些网客 所有的钱加起来 其实没有花超过我五万块 我是真的买超级无敌多哦 对 那天 我有在群组里面分享给老师的朋友嘛 老师也有看到 其实那只是其中几堂课而已 然后我这样子花那么多课 其实也不到五万块 这个成本很低耶 这个是一般刚出社会的人也做得到 可是它可以创造非常高的价值 所以我毕竟说如果说大家还很年轻 还没有很多资源的时候 真的先不要想说 我要把这个钱拿去买 买基金拿去买股票 前提是 如果你在投资自己之后 你还有余裕才去做 投资 对 这件事 但是你没有余裕了 请把钱都投资在自己身上吧 很划算的 这个也是我一直在给大家这个观念 请 这样比如说不是要你有钱 反正你比较没钱的人 你才要投资你自己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 单单在怎么买多少课 或者比如说你今天在上 像我当初去来上 呃这些身心灵的课 或疗愈的课 这样我我其实没有想说我要做这个工作 但是我只是觉得我想要改变我自己 可是你这些钱 顶多就几万块点 或是几十万啊 十万二十万 OK 我 不然我投资比较多吗 OK 可是 看我它创造了多少的价值出来 可是你十万二十万三十万 给你拿到股票市场 你给你拿到基金市场 它一点点钱 你能回馈的东西有多少 所以就像我刚刚刚刚讲的 你你应该是先投资你自己 真的生活都有余裕了 你再去投资那些金融商品 而不是把你的东西就投资那边 然后你自己就没有办法成长 这个才是真的能够创造最高价值的东西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 所以 我关买房子 但投资自己 投资自己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嗯 就是你这个投资呢 要能产生效益 前提是 你对这件事情是真的有热情 有兴趣 然后才去深化那个方向的 那个方面的知识 这样子投资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效果 有点像是遇到炸药一样 你就把那个火点上去 它就砰爆掉了 投资就是那个炸 那个引信 连火的动作 可是如果这件事情 你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热忱 硬要去投资自己 那可能效果不大 像老师可能是对身心里有兴趣 所以他在这方面投资自己 产生很大的效果 那我是对可能社群行销或者是 饭店开箱剪影没有兴趣 我去投资这个 那有的人他是乱投资 就像是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想说那不然 反正我现在有资源嘛 那我就都买买都看看这样 例如说花了一大堆钱 十万块 去买那种什么一对一的语言教学 那你要对语言很有兴趣耶 那只是想说 我好像有需要增强我的英文能力 这样对我的职场比较有帮助 如果是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你真的要确定自己会很认真学耶 有的人就只是 像是在添油箱 应该是说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我是觉得说 我都觉得说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部分 你先试试看 先花一点小钱就好了 比如说 买的书 先买书开始 找资料 这丢几百块一两千块的事情就结束 那你都在买一些便宜的网口 一两千块 你觉得OK 如果这些你都过关了 你确定你真的想要了 你再投下去 不要什么都很不懂 之前就投下去 单单指的是这个 但是不是叫你不要尝试哦 你要尝试 但是不要一个个 绿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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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 不是不是 你要先试试看 先去找知道都OK之后 然后再开始 这样子 然后你再去投 可是这些小小的 因为 因为我就是之前买了健身教练课 花了我七万分 我根本就没有兴趣啊 然后最后那个课 都在跟老师的聊天过程中 一定要浪费掉 这个就是失败的投资 所以大家要想一下 我觉得落上草草老师说的 你要先尝试 你是不是真的有想要做这件事 先小额的投资 然后发现 诶这个关卡过了 我真的会认真去做这件事 后面就狠狠的投资自己 就是 就反正要先尝试了 我觉得还是要先尝试 但是这也是了解自己的过程 我觉得这也是重点 这也是了解你的过程 所以 大概如果你 对啊那个健身课 其实他一开始是有提供一个小额的尝试 啊我就很瞎啊 我想说干嘛呢 那个小额尝试课还比较贵 我干嘛去上什么两三堂试验课 我就直接狠狠的给他买下去 我就逼自己啦 花那么多钱 好反正呢 单单就是 这些事情买过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过程 你就能了解 那你就回想你自己 哦原来我当初就是因为急着什么之类的 然后所以我才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觉得 可能觉得够了解自己 钱花下去 我就会努力去 去这样子之类的 可是其实 诶好像发现也不是 应该是说 发现就发现不是 哈哈哈 我发现我觉得其实这个点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逼迫你自己去做这件事的 的事 你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做 所以我要逼我自己去做 而不是是我想做 然后所以才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我觉得这个也很很很正常 像比如说我说健身这件事情 像我之前一直逼迫我自己 就是啊你要去运动的时候 你就要练到什么之类的 就我就一直很不想去运动 我就很不想去运动 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去不到一次 这样子 然后呢 后来我就改变方式 我后来的方式反而就是说我就去 那当一到我做到 我有点累了 我已经不想做 心里有一种美送的感觉 所以我就走了 可能大概一个小时内 或一个小时 我就一定跑 一定跑 然后可是后来发现 因为这样子 我反而觉得健身好好玩 觉得好有趣哦 我每天没有去动一动 我会觉得我本身不舒服 就变成我的舒压工具 诶 反而因为这样很常去 觉得反而身形会变好 身材会变好 我就觉得诶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逼迫自己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那可能就是在一个过程中 但是也不是都不逼迫自己 我觉得那个是 就是要找到平衡点 这样子 好总共回归到最后 诶到底有没有需要买房子呢 其实真的回归到你的需求 那我现在讲我自己的部分 像我自己的部分 就是我那时候 比如说为什么要买那一个 我本来有预计要买那一个 所谓的那个健安心 我说实话 以他的 离捷运的位置 然后整个环境 整个所有的东西上面 配套还有价格 诶 坡道平面车位 加上这样子全部加起来 才1300多万 算是真的很便宜 在台北市 而且新房子的话 整个部分 这样算是已经算很好很便宜的 很OK的状况下 就是真的是很好的 所以我那时候 一定有评估过 可是后来 为什么我就决定 不要 之后转出去 是也不用担心 因为附近有 这些医院 有什么的 其实你要卖给老人 因为这样 这要是高龄化社会 其实一定是要考虑到 之后的高龄化社会 所以这个你要转手 应该也不难 我干嘛 这有思考到这件事情 可是这就是变成一个 有可能想要投资的部分 可是我是其实为了 当初买这房子 我就不是为了要投资 因为真的没有必要去 想到投资 因为投资手 我想要再多赚一点钱 可是我就觉得 我何必要赚这么多钱 钱够用的 这样就好了 不是因为很多人 就是为了要赚更多钱 把自己搞得太累 可是说实话 你真的有需要花到这么多钱吗 其实是不用的 我已经过那个看了 像丹妮都知道 我之前买东西买得这么夸张 对不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也真的要经过这一方面的学习 我的学习方式 就是我已经要体验过 我真心的去run过这一run了 这些学费都缴过了之后 我就说我真的学会了 所以我都不是空口说白 我真的是感觉过 所以他就 我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 你说学费好贵啊 可是人生就是这样体验啊 不是因为我觉得 像我学生都知道 就是他有听说 刚刚说到 我的核心就是 我们必须要亲自去体验 还有你要去感受 你要真心诚意的去感受 而不是只是想说 很多人就想说 那个不过就是什么吗 怎么会 就比如说 好了 你不是去开家很多饭店 你去住过很多的地方 一定有很多那种酸民很多什么 他说 那个就是怎样 我才不会怎样什么什么 这些 可是问题是他们根本就没试过 他们怎么会知道 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很腻耶 就举例说 我开了一个那个豪华的火车 台湾有一个明日厨 对对对对 然后呢 因为那个两天要四万块嘛 然后大家呢 有两种人 一种是说 盘子才会去这种行程 他才不值那么多钱耶 台湾哪可能用出那么高级的东西 这种呢 就是他藉由贬低台湾的一切 然后来拉伸自己的优越感 因为他可能混的也没多好 那另外一种呢 所以就不要对台湾了 日本的比这个更好啊 日本的比这个厉害多了 而且更划算 那这种呢 就是没知识 因为日本当然有更高级的豪华列车 但那个一个晚上要多少 还要一百万日币 那跟这个四万块的能比吗 完全没有可比性嘛 那个就是呢 拿国外的月亮来压台湾 那这两种人 他们其实 一律之谷自己都是看清台湾的 那我觉得 或者是也不看得起自己 觉得自己呢 就花不起这种东西呢 所以换个酸葡萄的那个角度来看待 因为这种人是不是很无聊啊 就常常会遇到这个 还没有真的体验过 就是没有体验过啊 然后还有也是没有体验过 他觉得他很假的 可是我觉得真经你体验过 你才能真心诚意的去感受到说 哦真的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讲一些 很多东西其实就是 老生常常常常常是真的 为什么叫老生常常常是真的 因为他就是一直都是这样 每当的那个年纪之后 你就真的发现这是一件回事 他自己体验完 就像是 所以其实在那个房子上 我并不是想说为了日后日后 日后钻田或干嘛之类的 而且想说我也不会有小孩 我管他那么多干什么 好 所以后来就是在思考 所以我当初最主要就是 我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品质 然后我希望做 把我的生活做一个平衡 就只是因为这样 可是如果因为这样子 我在想說我有沒有必要再去背一個房貸 因為其實我沒有想要把我現在的賣掉 因為這邊的房子我也蠻喜歡 我沒有想要把它賣掉 也有的話只能說再多一間 可是這樣其實就會變得蠻多的一個壓力 可是以現在還是應該是不會 可是我就覺得說 我不想要有任何的不確定性 就是我就是覺得這樣我才可以任性 我現在想要上課我就算 不想要開口我就不開 我就是一個人保 我全家保 我就是一種隨便 我還沒有還沒有而已 馬適宜你 你在節目裡面講這個好嗎 不認真閃的 不認真閃的 不是我不認真閃的 類似說我沒有一直要就是 譬如說好了 像比如說你看我也是沒有 不要這麼密集 不是就是我沒有很認真上podcast啊 我沒有很認真PO一些文章啊 我沒有很認真剪很多影片啊 我沒有很認真做 各位聽眾聽到了吼 那個給老師的壓力啊 他真的是節目上的太慢了 吼那個想要聽不到欸 但以為要算根了欸 節目是不是倒了 不不不不 我對我有很多學生都一直在期待說 還有很多聽眾就說 怎麼都沒上節目 我可是我現在真的在想說 平衡的生活 我就想說我能不能抓到一個平衡點 或多久上一次 然後多久上一次 就可能不是週更 可能看能不能變成兩週更 固定之後能不能兩週更看看 兩週更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了 快來聽喔 老師說要兩個禮拜上更新一次啊 如果沒有更新的話 大家知道該怎麼做啊 我說我再試試看能不能做到 然後因為我還想要拍小短片之類的 因為我發現這樣很多人沒辦法聽 像八格子聽那麼深 可是他很想要知道 我們可以很快速提供一些東西 而且有時候我是馬上 馬上有收到 像比如說前不久收到一個就是 被一個聽眾說他被 被神明抓雞的事情 然後問我要怎麼辦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蠻可以 因為你懂是我空朋友 我可以聊 我覺得這個你也有興趣 你也喜歡這種怪力亂神的東西 其實啊 我覺得你那個小短片 就很適合用這種東西來 讓大家認識你 就是說去講解 大家都有興趣的話題 像怪力亂神類的人 去振大家的信念 這個很棒啊 而且這個其實一分半週 或是一分鐘一定可以講完 你真的是不能太長 你不能把時間拉到90秒鐘滿 越短越好 好啦好啦 我現在在規劃這些 所以我現在在整理我的 還有我在整理家裡 所以我跟大家推薦整理家裡 因為整理家裡就是在整理自己 可以回顧一下 我過去怎麼生活的 因為我過去怎麼生活 我在家裡才會這樣 然後我累積了什麼東西 就其實這一部分都是這樣 那我其實像我覺得 其實我也在想 因為我都會看周圍的人的生活方式 我幹嘛 就如果我在看丹丹的生活方式 其實丹丹已經有悟到一件事情 就是丹丹已經有體悟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擁有就是 就是煩惱的開始 痛苦的開始 對啊煩惱的開始 也不一定痛苦啦 我覺得真的是 煩惱啦 但是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擁有 擁有它也是一種安定 它也是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都是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倒是不一定 對我知道它其實 沒有抓平衡 就是原本想像中呢 擁有就是幸福的開始 它不會帶來任何的煩惱 原本是這樣想的 但是漸漸的就發現 沒有哦 所有的甜蜜一定伴隨著一些煩惱 這是甜蜜的負擔 呵呵呵呵 就是像比如說房子這件事好了 我要照顧它 你看我每天早上要清理啊 或幹嘛之類的 像每天早上 可是我後來發現 可是我在這邊生活 有一種安定感 為我自己的一個 恩一個地方 那如果一直跑 像比如說單單一直跑 它其實沒有這些 所以它東西會很少 它不能帶太多東西 它也不能擁有太多東西 可是它可以有很多的體驗 這些東西是帶不走的 代表就是別人拿不走的 就在它自己的裡面 這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取捨 你希望哪一個部分的比重 在你生活中有更多 那哪一個部分才是你想要的 沒有絕對的對錯 那只是你要去思考 你要的是什麼 有時候不要被太多東西綁住 但是你真的 像比如說我之前 我就在平衡 像我一回來想說 啊我東西好多 我想要趕快出新 出新的 趕快什麼之類的 立即斷捨離 可是後來我就有自己逼太近 然後後來我想一想 恩 他們有影響到我嗎 其實並沒有 那我何必要急著 把他們都那個 就是當然我還是會繼續斷捨離 但是我不用急 懂得是 就是我在抓那個平衡點 所以其實這是兩回事 我怎麼會講到這個 好 所以那時候就在思考說 整理自己的生活 我要的是我的生活 然後後來剛好就因為 就直接去了泰國 去了清邁 那其實我已經去過非常非常非常多次 可是這一次我是真的就是 待的時候到後面那幾天 我是真的練習 讓自己就是 感覺在那邊生活 因為其實去過的景點都去過 我早就去過很多次了 那假裝也沒什麼好去的 我就假裝說我在那邊生活 所以我就去找咖啡廳工作 做什麼事情 做一些現場 就發現效率非常好 然後而且我也可以獲得很多的食物上的滋養也好 或是土地能量的滋養 因為那邊離山林很近 我就覺得很棒 所以我才開始去思考說 或許這個是我接下來的一個生活方式 是可以考慮的 我老呢可以 可能可以去那邊退休 哦 就是你要去當鄧麗君啦 對不對 那知道那鄧麗君 他當初退休 就是退學在清邁 小城故事就是清邁 對 而且就是他在唱小城故事 就是他就是過世在那邊 對 然後所以就像 我是 是也不要過世在那邊 哈哈哈 因為他那個是突然走了啊 我們希望還是就是 哦哦哦哦 對 在你有覺知的狀況下善終這樣 嗯嗯嗯 OK啦 啊而且那邊很多佛事又是我喜歡 所以我再思考一下說 因為我要的是我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想要的生活是什麼 再依此來規劃你接下來的東西 那有人想說 啊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就工作 我就做不了 工作就做不了 現在每天都是上司什麼的 但是你也要去思考說 那你理想中的生活是什麼 你才能知道 欸我有什麼可能性 不然你可能一輩子 這樣混合就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 所以說其實 買房不買房這件事情啊 我們也沒有說 去告訴你要或不要 對不對 其實正點事先覺察 你想要的生活型態 是什麼樣子 然後才來決定說 那我是不是要擁有 這個房子 而且這個房子 它會不會 我還有一個重點是 它會不會為你的生活 造成太大的負端 就是沒有你的腳 不要在那裡 不要就是 你本來生活過得好好的 然後就是因為那個房子 然後讓你的生活品質都沒了 然後什麼又什麼 啊 褶褶褶褶褶 這樣子 然後什麼之類 我覺得真的要思考 對 我現在就是煩惱這件事啊 因為 你看我 我買房子之前呢 我那時候是 因為家裡什麼都沒有嘛 對不對 然後很神奇的 就像以前 我們之前節目說過的 我買了那房子之後 發現 欸 我媽媽也買了 那我媽媽後來不只買了 她還買了很多 所以就是現在變 買你多是什麼 是去菜場買菜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因為她突然掌握了 買房子的訣竅 讓她發現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人以前在買房子 我們就是會有一個想望說 我要買新的 我要買地點好的 我要方方面面都要俱到 因為這是我人生中第一個 我要滿足我的夢想 所以你會有很多不能Gather的東西 這個時候你的房子就會非常難找 難尋 可是我媽媽她掌握到的訣竅就是 你要先採住了幾個 你一定不能放棄的點 那剩下的點 我都可以斟酌 在這樣子的妥協之下 也畢竟是妥協 其實才是貼近地面的買房方式 你就會買到很多 其實比想像中還好的房子 有些房子的優點是 你採住了 你不能放棄的點之後 其他的放棄嘛 但買了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他比你想像中還要好很多 這樣的房子 因為又採住了不能放棄的點 其實他一定會漲 所以他就買了一些房子 他都滿喜歡的 現在因為他買的房子 我就有地方住 那我當初的執念是 因為我們家一直因為 莫名其妙加到中路的關係 一直沒有擁有自己的房子 所以我想要有一個 自己名下的房子 其實那是我當初最大的執念 那買了之後 確實也為我們帶來滿好的運勢 人家的財富都開始聚集起來了 那現在我就會想 我已經有地方可以去了 我還一定要擁有他嗎 然後以及擁有他 雖然也不會說對我的生活造成很大很大的影響 讓我沒有辦法好好過日子 可是他確確實實的 就是會成為我生活上的負擔 就像你說的 那個我可能要背房貸 而且我還不像你這麼會賺錢 所以我不是說 我想要輕鬆把房貸還完就可以做到的 沒有 我就是要慢慢背 所以 你哪不會賺錢 現在只是現在感覺 你已經算很會賺 這女人 到底要怎樣 因為大家知道台北的房子 就是比較貴嘛 所以房貸也比較重一點 是這樣啦 然後再加上另一方面 因為買房子了 就像是永遠就反倒的開始 我就會覺得說 就像我剛剛說 然後照顧他對不對 其實是會想要方方便便都完美 所以會想要裝潢的漂亮一點 還是什麼的 這種紀念就會跑出來 但其實第一間房子 應該要就是可以住 然後可以舒適就好 不要把握握握太漂亮 不然你後面轉手也都是浪費 那我現在 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 我自己 像我第一間房子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因為我真的沒什麼錢 我那時候也是請教一等 我真的就只是 沒有做什麼裝潢 我就只是買家具進來放而已 這樣才是對的 嗯 就是領多就是那個 羊球粉刷一下 地板換一下 這樣子 就是把錢花在刀口上 這樣就好 包括我現在這個房子 其實我沒有做過多的 只是做幾個戲弘櫃 然後什麼之類的 然後也沒有做 嗯 特別那個 就是 對啊 就是自己啦 我自己有花時間去做 就是所以 這樣算是吃圓活化 最大的那個方式 那為什麼我會產生執念 就是因為擁有啊 因為我有足夠的錢啊 這也是一種擁有的煩惱 我就會覺得 那我真的要把錢 投入這方 這個地方去嗎 我擁有 但是我沒有擁有的夠多 所以要花這筆錢 對我來說是可以考慮的 可是又沒有辦法說 很阿薩利說 啊消錢了 所以就是卡在這個 不上不下的狀態 我覺得主要的點是你有沒有真的很需要跟很想要這樣 像比如說我以我來講好了 像我最近一直在把家裡的東西弄一弄 其實之前已經花過一筆錢了 對不對 那因為那時候 因為是要當工作室 要當教室用 然後還有什麼之類的 我當然那個錢一定是會花嘛 然後另外還有像我最近就在開始買一些東西 買一些東西 雖然都不是多少錢 就幾萬塊這樣用一用 可是你就會覺得說 我後來就覺得花這些錢是值得 因為我會在這邊生活 因為我不像你到處跑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的生活環境是非常舒適的 我其實我就會覺得我在這邊 我很穩定 我很安定 你懂我一下 就有一種安定感 我覺得其實這個是 有自己家的感覺 像比如說你去思考一下 你當初如果自己有 說我們以前住在家裡面 然後搬出去之後 不管是租的買的都一樣 租的房子 一開始我也是租嘛 的時候 讓我們自己把自己的空間布置起來 變成自己的家的那個感覺 我相信那種心理的安定跟穩定踏實感 其實不是其他地方能夠帶給你 今天就算你住怎麼樣 再怎麼好的飯店 那感覺是不一樣 像你上店 對啊 回到家其實還是休息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或許家帶給你的一種 最重要的意義吧 那你要為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也不是說絕對不要哦 就是你要去思考 那你能夠負擔多少 你能夠承擔多少 你想要的有多少 然後抓個平衡 所以我覺得這個你也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 因為像你南部那邊可以 所以如果你把你BASE當成是南部的話 比如說是 是加一二台南也好 那你就把那個地方真的用 可能是你的家 至少你回到台灣的時候 或是你沒有住飯店的時候 你有一個根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重要 那至於是不是需要你自己買 我覺得得到 其實就算你在台北 就是另外再租一個套房 那也沒有關係 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可能會去需要一個 那個感覺也不錯 也是一種想法 你看人的心態就很神奇哦 就像是我們剛剛在講說 大家買不買房子講得很輕巧 可是你看哦 假設今天啊 我是在台北租房子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因為你知道 像在台北你要租到 讓自己覺得可以舒服放鬆的房子 真的是不便宜 已經很貴 每個月這樣子兩萬多塊撒出去 那這樣子好貴哦 那如果是自己的房子 就覺得一點都不貴 哎呦房貸才三四萬塊 所以還好啦自己的房子 但是其實呢 租真的比較划算 所以就是那個心態上 還能轉換 其實如果花到兩萬多租 就已經算是不錯了 因為我需求沒有很大的空間嘛 就已經可以租到不錯的房子了 我這邊小小的 然後舒適 有二十四小時的管理室 可以收垃圾 這樣就OK了 但是房子的部分 就不用照顧啊 我覺得這個好處 真的是不用照顧欸 你真的就是我說 就是房子真的不用照顧 他毀了你就搬走就好了 哈哈哈 但是你不要去毀 你家房子 我的意思就是說因為 不會啦自己不能毀啦 對或者是 那天災人禍啊 例如說可能房子開始漏水 哎你就不用煩惱 要修閃的問題 你就搬走就好啦 因為反正那個房子爛掉了 你再去找新的房子住嘛 那大家都會想 我買房子也可以這樣啊 我就是這間房子爛掉 我賣掉 哎你房子又買爛掉了 誰要給你買 誰要給你買啦 你就有沒有 別價錢的賣了啊 所以就是 這個擁有 真的是要想清楚啊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說實話 它就是還是一個消費啦 所以就是要思考說 這樣的消費 你願不願意負擔 但也不是叫你不要負擔 是你需不需要這樣子做 那如果今天是雙薪家庭 或什麼之類的 哎也是抓一下 你們之間的平衡 這樣就好了 所以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沒有給出結論 因為沒有結論可言 還是得回歸告訴你自己 所以如果真的是 對只是讓大家聽聽 我們自己心路歷程啊 因為我跟老師算是兩種 截然不同的方式嘛 因為他是已經擁有 啊我是正準備擁有中 然後我們也都曾經租過房子 所以就是 我們兩個的心路歷程有點不一樣 這討論給大家參考看看 而且我們兩個人的個性也不太一樣 我們兩個個性其實蠻不一樣 就是思路不一樣 這蠻有趣的 還是得當當很好的朋友 然後我只是 對 我們常常會很大很大的爭論哦 可是不會影響感情 因為我們就知道 那是兩個人的想法很不一樣 哈哈哈 就是這個構成手段這樣 然後 不過說到這一件事情 說到房子這件事情 像我已經擁有了 什麼什麼 那到我現在思考是說 呃 這個房子其實我蠻喜歡他 那我覺得他的 他自己本身的 我覺得他的氣 已經慢慢越來越好 就是像我剛住的 對 你的房子真的很棒 欸 就是他的氣也越來越好 然後請到 今年前一兩個月 欸前幾個禮拜 兩個禮拜前吧 我家門口的電線剛拔掉了 我突然覺得 這個是一個sign 因為呢 你一出門就看到電線 它其實就會有一種 好像出門撞到什麼東西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我就用一個 對 它被拔掉 我就意思就是 前面的阻礙全部都沒了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其實都很好 所以我在知道 其實這邊就是有一個 可以當成keygay主的感覺 就有種會叫keygay主 然後他們知道 keygay主就是說 你在這邊住了之後 然後他讓你發家致富 讓你起來 然後通常人家這個keygay主 是不會賣的 他就是 讓你hold住你這個人的氣場 然後讓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 呃 遊刃有餘 因為他幫你hold著 那你就要把這個地方的氣養好 所以我覺得另外還有一個點 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一個 房子的地方 就是你要有一個地方 可以養你自己的根 因為人都是 你要有一個根 然後讓這個地方可以養 養你的根 然後你才能依照這個根 去到處跑 所以我覺得 如果這樣 你可以思考一下 想要把哪一個地方 當成你的根去養 所以租房子也可以當做根養 那還是對 還有什麼 租房子也可以當做根養嗎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有可能養好了被趕中 哈哈哈哈 那還是得要做 因為這應該是說 你住在房子裡面 本身風水就要注意 但是我說風水 不是說你要都是 不是 我的簡單來講是 能量的流動要ok 比如說空氣就是要流通 採光就是要好 這兩件事一定重要 正當作我那段時候就跟丹丹講 對不對 就是所以那時候你去租房子的時候 你就不是有租到還不錯的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你 因為我們一般人 其實沒有那麼了解風水 那就是你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你有沒有覺得 哪裡讓你覺得 阿扎 或是 有沒有哪裡讓你覺得不順眼 就算是一點點 那個都得改善 只要把那一些 你覺得不順眼的地方 改善掉了 那我覺得根就養好了 氣就會好 其實那個你不順眼 這樣是我們的直覺 我們直覺都知道 哪裡能量會有狀況 我們都知道 可是你都不去做 然後那個都 或者是選擇自欺欺人 想說沒關係 下降一下就好 有時候會在潛意識 就這樣告訴自己 你甚至都來不及思考到 這地方對你會造成阻礙 你就已經用潛意識 把它壓下來了 那個實在是不好 要仔細思考一下 對 所以這個 有關住家的部分 有機會可以講 所以就是慢慢的 那所以我在思考 這個地方是我的梗 所以目前是 大概都是會這樣 可是我也在思考 因為我對任何事情 不是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因為我並沒有 以後不會有小孩或幹嘛 所以這間房子之後 也不可能留給任何人 我到最後說 老了之後 一定是把它賣掉 然後拿錢拿來花 哈哈哈哈 這真的直接的事情 對那所以這個事情就是想 嗯 那所以我也在思考說 那什麼時候 如果真的需要的話 那我需不需要 可是目前是沒有想 因為目前沒有地方去 我就只有這個地方 所以你已經想好說 以後可能在哪裡養老 或是什麼樣的養老生活了嗎 大致上目前想要的生活 是我可能在青麥那邊 先去試試看 然後 每時間都多去住 像如果 那就 之後就可以聊一集這個啊 就是說 你這個思路是怎麼樣 然後你是怎麼去思考說 以後你想要怎麼過 退休後的生活的 嗯 對啊就是有關 以後可以聊一集 有關退休生活的事情 好啊 嗯 可以啊 好那今天就先 大概這樣我們 讓大家聊很多 反正就是像大家在 跟朋友聊天一樣 跟聽我們兩個人聊天這樣子 對 大家知道 我出來這一集 就是沒有內容哦 大家要多多體諒 給我沒有內容的女孩 沒有這一集 差有內容的好不好 欸這些東西很重要 就這樣 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很多東西可以 給那個 然後還有就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想要出去玩的 可以去看一下 丹丹的那個 那個 丹丹.travel D.E.N.D.E.N.T.R.A.B.E.L. 對 他終於弄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去多看看 支持他 然後你們就可以知道 丹丹本人長怎樣 哈哈哈 欸還有 也要Push一下 老師 不是在這一集裡面說 他要開始日多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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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要上下呢 是不是要給一個期限呢 沒有 好 大家拜拜囉 因為這已經收很久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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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節目內容 身心靈療癒 想了解更多 歡迎到 臉書粉絲頁 西河慕英 身心靈療癒工作室 與我們聯繫 節目資訊欄 有相關連結 謝謝你的收聽 拜拜